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今天呢想要分享一个超级快手简单 而且可以当做便当一样去携带的这种盒子芝士蛋糕 或者说是盒子提拉米苏蛋糕 总之呢就是带起来都超方便的说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今天我用到的芝士是马斯卡棚芝士 把它室温软化一下之后加入糖粉 打到呢体积稍微有一点蓬松 接着加入准备好的浓缩咖啡 那我大概呢是放了三大勺 那这部分的话呢如果没有espresso的话呢 也可以用那种速溶的黑咖啡去冲一下 一定要确保它是冷却之后再加 接着来打发一些鲜奶油 那这部分的话呢可以再稍微的加一点糖粉 也可以再加一些香草精 打发好的奶油就把它加入刚刚准备好的咖啡芝士壶里面 然后呢把它翻拌均匀 整个的过程你都会发现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快捷但是呢又能够吃到无论说是芝士蛋糕啊 还是说提拉米苏蛋糕的一个味道 那如果你想看我之前做过的一款正式的提拉米苏蛋糕的话呢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那个视频 那蛋糕配的话呢我就用到的是戚风蛋糕 戚风蛋糕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详细的分享过一期视频 并且呢分享了戚风蛋糕加懒人版的芝士蛋糕 两种蛋糕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 这个戚风蛋糕真的是我做过的那种质地最润最弹 但是又最蓬松的这个戚风蛋糕了 准备两片 然后呢我就把刚刚混合好的那个芝士壶呢 都给它挤到这个裱花袋里面 把它满满的挤上一层 再来一层戚风蛋糕 我的这个盒子今天准备的比较小 那如果大家的盒子是比较深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重复刚刚的那个步骤可以做成三层的 最后呢再来这一层都是可以的 都挤好之后就把它筛上可可粉 然后呢再筛上一些糖粉 放进冰箱去冷藏个三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开吃啦 既有可可的味道又有咖啡的味道 还有芝士的味道 那是不是有一点点像芝士蛋糕 也有一点点像提拉米苏蛋糕呢 非常的方便快速又容易携带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的话呢也记得点赞投币收藏等等一条龙啦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